美國國務院星期日下令符合條件的使館工作人員家屬 離開美國駐機庫大使館 並授權美國直接僱用的僱員致願離開 因為俄羅斯繼續威脅對烏克蘭採取軍事行動 美國國務院還要求在烏克蘭的美國公民 考慮利用商業或其他私人的運輸方式離開該國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星期日說 歐盟不打算跟進美國的做法從烏克蘭撤出外交官家屬 博雷利在進入會場與歐盟成員國外長會午前作出了常述的表示 美國國務院布林肯計劃以視訊方式參與回談 博雷利在回應記者提問的時候說 他們不打算採取同樣行動 因為他們不知道美國這樣做的具體原因 但是布林肯國務卿會告訴他們 美國國務院重新發布了對烏克蘭的第四級旅行警告 說由於俄羅斯軍事行動和新冠疫情的威脅增加 請勿前往烏克蘭 此前由於新冠疫情 旅行警告也處於四級 美國國務院四天晚上還重新發布了 關於前往俄羅斯的旅行建議 說不要前往俄羅斯 因為與烏克蘭接釀的邊境局勢持續緊張 可能對美國公民造成騷擾 大使館協助在俄羅斯的美國公民的能力有限 新冠疫情和相關的入境限制 恐怖主義 俄羅斯政府安全官員的騷擾 以及當地法律任意的執行